人类生存的空间,称其为阳间,人类死亡后,其灵魂所在的空间,称为阴间。 在中国,大量的古代神话和道教典籍中都有阴曹地府的记载,这其实也说明了从古至今人们对死后世界的好奇。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,阴间是由一道道关卡,一座座阎望殿,以及层层地域构成的,人死后首先要去土地庙报到,随后过鬼门关,过了这一关人的魂魄就变成了鬼,走过黄泉路之后才能抵达阴间。 许多死而复生的人对阴间有着奇怪的描述,以下就是发生在中国农村的真实案例。 在一个小乡村,一个82岁的老太太去世了,按照当地村里的风俗,是要在家中停尸三日的,但就在第三日时,老太太的尸体发现了一栋。 大约是在晚上的时候,有人在院子里守灵,微亮的火盆光线在灵棚里闪烁,他忽然看见老人脸上盖的白纸在颤动,刚开始以为是有夜间有风在吹,也没当回事,可后来发现纸飘动得很有规律,像是随着人的呼吸在上下起伏。 守灵者感到有些害怕,便跑回了屋子把别人都叫了出来。 大伙把死者脸上的直取掉,看见原本已经尸体冰凉的老人在正常地呼吸,仿佛睡着了一般,不一会,人就醒过来了。 吓得其他人连忙跑掉,随后,老人的儿子试探着和他说话,简短地问了几句后,确信他真的活过来了。 老人醒来后,第一件事就是要水喝,一口气喝了许多的水,几天以后就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。 老人回忆说,在下面阴间时见到了许多过世的亲人,但是都比活着时要小许多,住的屋子也小许多,和他们去世时烧的纸房子的模样大不相同。 老人还回忆到,在阴间,他一直都在走,似乎双腿不由自己控制,就是不停地走,朝着一个不知道的方向走。 路上看不到河,看不到树,天上看不见太阳,看也不云,感觉一直是阴天。 路上有人在看他,却不和他说话,过世的亲人也不说话,怎么问也不理他,只是面无表情地望着他。 老人觉得口渴和路人要水也没有人给,就一直这样渴着,后来就醒了,发现自己活了过来。 最后老人又活了三五年才,真正地去世。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,有许多这样死后还魂的人,甚至有人能死两次之后才真正死去。 大多数人醒来就是不停地喝水,有些人能回忆起死时的情形,也是看见了很小的人,口渴,没水喝,走路不由自己控制。 但有些人却无法回忆,说自己都记得看到的东西,却不能说,不能想,一想就头疼,疼得说不出话来。 除了死而复生的人,人们其实对于阴间的想象大多来自佛家和道家古籍里的记载。 所以人们才相信,人死之后生活的地方是阴间,但是不能和阳间一样正常生活。 毕竟阴间不是天堂,许多做善事的人和胡作非为的人,到了阴间结局是截然不同,他们在阴间存活的时间也不尽相同,在佛家的描述中也证实了这一点。 阴间在佛家的所说的六道轮回里称为恶鬼道,鬼道的一个月相当于人间的一天。 恶鬼的寿命,短命的是千岁,长命的是万岁,由此而知,无论生活多久,至于那边生活怎么样,就根据人的业力来定。 按照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将鬼分为三类,一是多才鬼。 好比人间有大富大贵的人家一样,多才鬼享有丰富的祭祀,衣食不缺,如居住在设词之中。 受人祭拜的有主鬼,或者大势大福的天神,都属于这种多才鬼。 二是少才鬼。 好比人间的一般平民,虽有祭祀,但是享乐比多才鬼稍微迅差。 三是无才鬼。 好比人间有一些人居无定所,三餐不济,靠着别人的偶尔阵迹为生。 无才鬼也是如此,大部分是流荡荒野的孤魂野鬼。 人们有时举荐无遮超度法会时,无才鬼就来应供,吃点美食。 无才鬼通常为无主鬼。 那么,人死后到底能在阴间生活多久呢? 人死后一般是在阴间生活四十九天后就会投胎,也有过这个时间的,也有立马就去其他道或其他世界的。 大善大恶之人一般即死即生,去天道,去恶道,念佛之人有可能就去了极乐世界,也是立马就去的, 那样就不再轮回了。 道教认为,人死后三魂七魄中只有一魂,去投胎。 所以,超度祭祀对于逝去的亲人,在世的家人仍然有着非常现实的重要意义。 也就是说,逝去的亲人无论是否已经踏入轮回之路,都能接收到我们去祭祀和超度的信息。 哪怕工作原因,不方便回祖宅,在十字路口存私上乡,焚纸供奉,依然有效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阴间和阳间生活是一样的吗? 答案是否定的。 阴间和阳间一样,其实也有饮食的,每吃一餐,可以饱很多天,并不一定要一日三餐,他们所食用的蔬菜也有很多种。 阳间人们所画的纸钱,他们也可以用来购买物品。 阴间也有床榻被褥之类的东西,但是并不曾见到有睡眠的情形,只是到处徘徊,闭目稍微休息一下,就等于是睡眠了。 不同于阳间的人,每天必须要睡够七、八个小时。 阴间也有街道商店门市,只不过规模非常小, 与人世间的小商店差不多。 所贩卖的东西大多是饮食杂货之类,但没有像人间那样富丽堂皇的大公司和洋行。 阳市人们祭祀所供养的饮食,鬼神只不过是闻一闻它的气味,不是真的把东西吃了。 例如在夏天的时候,同样的两碗食物,一碗用来供鬼神,一碗没有供鬼神,已经供过鬼神的,一定比没有供过的要先腐坏,就是因为供过鬼神的那一碗的气,已经被鬼神射走了。 说完了阴间鬼魂的生活,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华百鬼谱,让大家对鬼魂有更加详细的了解。 一是护身恶鬼,其身体和容貌都黑得和锅底一样,身上有护甲,喜欢到衰败没落的人家去,施法让当家的妇女变得懒惰,不生活不做饭,以便自己能够欺身于冷灶之内。 二是使之战鬼,据地狱众生像明界鬼神礼技术此鬼前生是一个屈颜负式。 谄媚皇上,弄权窃国的坚妄之臣,死后攻颜罗王义时,执杖奔走,颜王爷叫他打谁,他就打谁,许多亡魂过鬼门关时,都叫他打得皮开肉战。 有钱的花了一笔银子后,才免受皮肉之苦,得以过关。 三是树中驻鬼。 顾名思义,此鬼多居住墓中或树下,很爱整骨。 但不伤人他最爱干的事,就是躲在树里制造灵异,让被吓尿的渔民喊他树神。 总体来讲,还是很好搞定的一种鬼。 四是住四交道鬼。 此鬼喜欢住在交通要地旁的阴暗处,专门戏弄心中有恶之人。 轻则让他走失迷路,没地方停车,重则发生车祸。 五是四婴儿变鬼。 四婴儿变鬼又名吃陀螺,夜叉之一,常躲在仇人的家里。 见妇女生孩子,便四处找婴儿的排泄物。 只要被他找到,便与此婴终身结缘,让他一生不幸,若不得便,则怀恨而逃。 此鬼生前因年幼的孩子死亡,因此性情大乱,发恶事报复社会,故受此报。 六是真口恶鬼。 此鬼胃口不小,嗓子眼儿却只有真孔隙,给再好的山珍美味也咽不下去,只能眼巴巴地闻个香味,靠喝白水度日。 此鬼终日饥火中烧,痛苦不堪,妻是住不静相鬼。 此鬼由生前及不讲卫生的人所变,变成鬼后依旧保持了光荣的传统。 只要是脏乱不静,污浊不堪,臭到常人无法忍受的地方,便是此类鬼所居之处。 此鬼没有杀伤力,只是会寻合适的人,让他变得和自己一样邋遢。 鬼魂一直都是古人对未知地狱探索中的一种终结。 其实鬼魂不一定只有阴间才有,许多鬼魂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投胎,那么他们就会在阳间出现,鬼出没也就是常常都有的事情了。 那么鬼最喜欢去什么地方,出现在哪呢? 一是停车场,停车场可以说是阴暗不见日光,更有不少有钱人出没。 这样的有钱人命好,所以鬼喜欢抓他做替身。 单独或者夜晚的时候,千万不要去停车场,尤其在上车后听到奇怪的声音在窗外传来,立刻开车走人。 二是荒村,荒屋,残破古庙,居住人多洋气足,居住人少洋气少。 荒村,荒屋,残破古庙因为没人气而被邪宁之气侵占。 表面上人际罕至的荒村其实总是熙熙攘攘,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居住的好地方。 三是太平间,对于经常会人的地方,比如过医院和太平间,这种地方阴气很重,而且人经历了从生到死的过程,所以这里的非常多。 墓地也是孤魂野鬼经常出没的地方,可以说这里是集阴之地,因为数以千计的人同葬于此,所以数量之多可想而知。 四是桥洞,桥洞之下定有鬼出没,大家晚上经过桥洞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听,一些奇怪的空旷声音,尤其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哭笑声,甚至是聊天的声音。 对此,大伙千万要忍住好奇,晚上也好,白天也好,能不去桥洞下,就尽量不去桥洞下。 五是医院周围,很多医院设有太平间,医院是和平时期人最多的地方,这里阴气十足,身体弱的人不可深夜在医院附近走动。 这里撞到另一个世界的人士,稀松平常的事,收魂的和被收魂的都过于集中。 住院待产的孕妇半夜更不可在医院周围溜达。 六是淹死过人的地方,夜里的池塘边,湖泊河流深潭边,都有可能是淹死过人的地方。 这里会有水鬼的说法,民间传说中是指人意外死亡,或者杀而不能投胎转世留下的灵魂来害人。 即便是在白天水鬼都不受阻碍,因为阳光在水里的影响力并不大,那到了夜里,水鬼就更肆无忌惮了。 其实,从人类存在至今的三百万年的时间里,一共出现过一千零八十二亿个人类。 而在一千零八十二亿人中,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证明出灵魂是真实存在的。 因此,在世界上,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鬼魂。 鬼魂只存在于中国的书籍和神话故事中。 而神话只是人类探索自然界时,人类凭空想象出来的一种产物。 所以,关于关于阴间鬼魂的说法,大家也不要太过担心,只要一心向善,就不怕鬼魂侵扰,问心无愧就好。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修缠悟道感谢您的倾听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,请给我按个赞,还可以点击订阅,或者分享给您的亲人与朋友。 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分享的动力。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